乌克兰战争进行到了第60天,可能在开战之初,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能打两个月,更预测不到这场战争如果继续僵持下去,最先倒下的不是乌克兰,也不是俄罗斯,而是欧洲国家,而对于欧洲国家来说,他们自己也想不到会因为这场战争惹来巨大的麻烦,甚至因此陷入风雨飘摇之中。 不仅仅是因乌克兰战争引发欧洲能源价格暴涨,由此带来的物价飞升,更让欧洲国家苦不堪言的是,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狮子大开口,在之前的G7会议当中,德国刚刚确认,欧盟已经同意了乌克兰的5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,并且大部分已在波斧之中。 这对于拜师托拉本身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欧洲来说,拿着这么大把的金钱来资助乌克兰的经济,不得不说欧洲国家是在割肉养活乌克兰,就在欧洲国家咬牙刚刚拨给乌克兰500亿。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时候,乌克兰演员总统再次给西方国家开出了账单,称乌克兰每个月都需要7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,以弥补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。 他同时还表示未来重建乌克兰将需要数千亿美元,要知道全世界对外援助金额,每年也仅仅有1000亿美元左右,而如今司机就狮子大开口,一下子要出这么多援助。 很明显泽连斯基就是认为乌克兰在替整个欧洲完命,所以欧洲有义务养活乌克兰。 斯基的要求彻底把欧洲等西方国家给下注了,感情正是把欧盟等西方国家当成了长期饭票了。 泽连斯基负责出张嘴,西方国家是又出武器又出钱,最悲惨的是乌克兰民众,只能是沦为炮灰的命运。 要知道斯基狮子大开口,要求每个月都要给乌克兰70亿美元财政援助。 这些钱仅仅是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,并不包括经济军事援助。 说得在明白点,这点钱只够乌克兰维持正常的政府运转。 那就是如今的欧洲养活着乌克兰政府。 但更加搞笑的是,泽连斯基还动不动摆出了一副欧洲老大的架势,看谁不顺眼立即在网上直接开码。 比如德国,尽管为乌克兰捐赠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经济援助。 但是泽连斯基乃至乌克兰外长,多次痛批德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,甚至用拒绝德国总统访问乌克兰来羞辱德国,对于欧洲来说,这是拿钱供养了个业。 不但实时对欧洲狮子大开口,要求欧洲国家增加更多的经济援助。 与此同时,斯基还多次给欧洲国家开出账单,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。 为了让乌克兰打赢这场和俄罗斯的战争,欧洲国家可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,把纳典家底都捐出去了,就这还被泽连斯基痛骂欧洲太空们。 乌克兰再替欧洲打仗,欧洲国家的却各有各的小算盘。 看来斯基真的把自己当成欧洲老大,入戏太深不可自拔了。 如果算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,欧洲国家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,支援乌克兰的更是天文数字了。 再加上数百万乌克兰难民,已经浩浩荡荡地杀奔欧洲国家,这让欧洲国更加焦头烂额。 如今自己都吃不饱了,不但还要给乌克兰捐款捐物,与此同时还要养着乌克兰的难民。 有人说欧洲国家领导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么傻呢? 但现实是被美国绑架了的欧洲,就是这样傻。 难怪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众都忍乌克兰纷纷走上街头,抗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了。 这也是许多欧洲国家要求俄乌立即停火的一个原因。 因为如果乌克兰战争继续这样长期拖下去,俄罗斯没垮,乌克兰没垮,美国也没垮。 率先被拖垮的却是欧洲国家。 要说这欧洲国家,你要能源没能源,要资源没资源。 你跟着人家大国掺和着什么劲啊? 就在欧盟国家就援助乌克兰分歧越来越严重。 欧洲国家的民众反战情绪越来越浓的情况下,泽连斯基再次狮子大开口。 欧盟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远远不够,还应该大幅提高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。 相信看到斯基开出的这个账单,欧洲国家的这些首脑的脑袋瓜子可能都是嗡嗡的。 但是美国这个总导演不喊停,他们就只能着咬牙强承走下去。 而泽连斯基的狮子大开口,会是压垮欧洲的最后一根稻草吗? 现在顿巴斯决战在即,基辅成了西方政客达卡胜地。 这一系列的达卡行动,足以看到见基辅达卡对西方政客的吸引力有多大。 然而在那一种西方政客中,还有一位重量级大佬,非常想去基辅打卡却没成功。 他就是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,因为泽连斯基拒绝接见他。 乌克兰外交官对此作出解释称,我们都知道施泰因迈尔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。 他眼下在基辅不受欢迎,我们会使情况作出改变。 为什么说乌克兰这番操作是对德国的羞辱? 因为施泰因迈尔是德国总统。 作为德国元首的施泰因迈尔,被乌克兰拒绝。 是对一个国家的羞辱。 当然泽连斯基敢这么敢。 首先和施泰因迈尔没有实权有关。 如果他是德国总理,泽连斯基断不敢如此。 如果从乌克兰角度看,泽连斯基这么敢大致有几个理由。 理由一是战前表决心。 顿巴斯一战,短期对俄乌来说都输不起。 如果俄罗斯输了,普京的宏图霸业都会成为一场空,2024年选举估计也悬了。 如果乌克兰输了,俄军可能全土重来,甚至重新兵临基辅。 所以乌克兰要割舍一切与俄罗斯有关的因素。 即便施泰因迈尔去基辅给乌克兰鼓掌加油,泽连斯基也直接拒绝。 虽然泽连斯基这个做法看起来一根筋,缺乏政客的原话。 但是大战在即,这种做法反而有可能鼓起乌军的蛮涌。 毕竟乌克兰人也属于战斗民族,之前没多少人想到乌军能拖住俄军。 理由二是乌克兰人真的不喜欢施泰因迈,因为北歇尔号项目。 这个项目就是把俄罗斯的天然气从波罗的海通向德国,避开乌克兰。 俄罗斯天然气通向欧洲,原本要给乌克兰一笔过境费。 所以乌克兰认为,默克尔对俄罗斯搞绥靖政策,默克尔在为时勉强维持各方平衡。 默克尔离任之后矛盾彻底爆发。 施泰因迈尔2017年才当上德国总统。 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默克尔政府任职,算默克尔的追随者,公开支持北西二号项目。 乌克兰上下看他都很不爽。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后,西方舆论对乌克兰一边倒的支持, 所有与之对立的政客在西方都难以立足。 稍有不慎就可能搭上政治生命。 身为德国总统的施泰因迈尔,也赶紧转变立场表态说, 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是一个巨大的错误,特别是北西二号项目。 虽然德国也给了乌克兰不少援助,但施泰因迈尔短时间内, 还是很难改变他在乌克兰的政治形象,导致德国此番被羞辱。 第三个理由就是东欧几位老铁要汇集起来搞事。 根据网红生态领域的一般规律,打卡合影之后,要发社交媒体。 爱沙尼亚总统卡利斯发社交媒体。 我们将向乌克兰人民以及泽连斯基表示强烈支持, 波兰总统杜达的顾问库默齐发社交媒体。 我们的国家正在以这种方式,向乌克兰和泽连斯基表示支持。 立陶宛总统脑塞达发社交媒体,带着强烈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讯息前往基辅。 立陶宛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争取主权和自由的战斗。 当然一般网红发完社交媒体之后就完事了。 政客毕竟重要得多。 除了发社交媒体,还要搞一个文件纪念一项。 于是他们一起发了基辅公告,同意英国首相约翰逊首相提出的建议。 组建非军事小北约,分别是乌克兰、波兰、立陶宛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以及芬兰六国在基辅组建快速反应部队,就是所谓的小北约。 嘴上说不是军事组织,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军事准同盟。 说实话,约翰逊这招够歹毒的,这相当于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进行捆绑。 在东欧降下一道铁幕,阻断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陆地联系。 英国这是以乌克兰为中心,阻断俄罗斯与法国和德国的联系。 德国和法国目前还是被美应玩弄于鼓掌之间。